新北市永和妇女会及知名法郎举办重阳敬老一诊一检的活动 提供符合资格的长者琳琅满目的免费服务 其中在地中医诊所在永和服务民众已经60年 加入这次一诊一检的活动也长达10年 营育长黄成杰表示身为永和的一份子 重阳敬老的活动当然不能缺席 这次的服务包括把脉诊断还会给三天的药粉 让民众可以马上解决身体问题 每次都会出动五到八位医师 我们每一年提供的服务都有医师的把脉 看诊然后给处方还有三天的药粉 那有时候还有推拿 那我们会出动五到八位医师 那么还有一些护理师啊 药剂师还有我们的门市的同仁 一起来做这一项有意义的活动 营法族因为年纪较长 身体的小病痛有时一不注意 就容易变成大问题 黄成杰也呼吁 希望阿公阿嬷不要忽视身体的小问题 尽早发现尽早治疗 营法族的阿公阿嬷都要注意好 自己的身体状况 有一些小问题呢 我们每一个社区里面都有很多的诊所 家医啊 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有小状况呢 就要去就诊 不要脱臣大毛病 现场民众络绎不绝 参与民众蔡玉镜表示 经由医生把脉 口干的症状还有一些身体的小毛病 马上被诊断出来 且现场就可以领取药方 觉得很有意义 希望以后还能继续举办 把脉问诊没有间断 民众把握这次的免费服务 为自己的健康把关 也能踏出家门走出户外参与活动 感受热闹的气氛让心胸更加开阔 中家新闻 我们在安人讯 张家慈 卢秀珍 永和报道